是的 针对亚比高庭展延到这个月21号定夺州元首 敦祖哈解散州议会是否有效的演变 并不会影响沙巴举行州选举 选举委会下午5点40分宣布 第16届沙巴州选举定在9月12号提名 9月26号投票 竞选期前后14天 选委会代主席阿兹米沙龙在记者会上说 相比上一届选举来临的周选 投票时间将会延长半个小时 也就是从早上7点30分开始到下午5点结束 还有一项重点是 人不在沙巴 但是有意履行公民责任 无论身在国外 沙拉越或者是西马半岛的沙巴州选民 即日起向选委会登记 申请通过邮寄管道来投票 国内选民申请的截止日期为9月11号 海外选民则是9月3号 选委会预算 这一届周选将会耗资1亿860万令吉 选民投票率估计可以达到70% 马选一名 父亲 再好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